張諾蒙那時候看到李國庭另外一個是 他對新的科技一直非常有興趣 比如說如果你是李先生 然後我今天是後輩我要來向您報告 或說只是拜會 李先生都會用任何他跟外人互動時期 想辦法要把你身上所知道的東西 要把你榨乾 還到這種程度 張諾蒙不需要榨乾這個字眼 但是他是用有點像把來訪的人身上所能夠講出來的東西 把他吸飽 張諾蒙是用吸飽這個字眼 然後變成李先生他自己的東西 大家好我是藍軒 歡迎收聽收看今天的IC夢想家 來共同關心全球科技趨勢 還有台灣科技島上的大小事 好那最近的話大家非常 應該暑假吧應該都有去看電影吧 這個電影的話 在今年的夏天有兩部 這個電影被認為 這個叫做什麼Oben Barbie 連在一起 就是說都很好看 然後但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但是都很具有可看性 當中的話 Oben海默事實上是最難得的 因為一個比較艱深的 原子彈的支付的故事 而且是一個科學家的故事 又是一個比較遙遠的故事 竟然可以大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是在好萊塢的票房當中 寫下一頁傳奇的 講到Oben海默 不曉得你看了沒有 我是看了我覺得非常好看 當中當然包括 我很喜歡這個男主角 男主角演過非常多的戲 這個演技非常的好 再來的話當然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Oben海默這個故事的時代性 所以就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 現在這個世代來說 他可能在當初的一二戰的時候 他在那個時候的戰爭 似乎投下了一個原子彈之後 你應該會讓全世界的人 都記取了教訓 希望能夠避戰 希望戰爭不要再發生 但沒想到現在的世界 現在走到21世紀 突然之間地緣政治緊張了起來 突然之間 俄武戰爭爆發了起來 突然間連台海都成為一個冰戰的地帶 所以這個時候再去看 Oben海默的故事 應該很有感受 很有他時代的啟發意義才對 那為什麼今天要談這個話題呢 因為這個Oben海默跟台灣有關 為什麼跟台灣有關呢 好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金周刊 他這個數位內容部的主編 跟劉煥彥到我們的現場 因為他寫了幾篇 跟Oben海默 跟Oben海默 為什麼跟台灣有關的故事 我們今天呢 就是抱著一個聽故事的心情 來跟劉煥彥聊一聊 哈囉 這個主編你好 主持人好 OK好 歡迎你來 那這個劉煥彥在網路上面 你寫了幾篇啊 跟這個Oben海默有關的故事 目前應該是寫了大概三篇 有三篇齁 你怎麼找到Oben海默跟台灣有關的故事 到底跟台灣的關聯性在哪裡 當初大家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應該看電影本身 因為想到他故事應該非常精彩 但是因為我們是寫數位報導的 我們會希望我們寫的東西 除了單純只是看外界資料之外 希望 somehow 他可以跟台灣有一點點的關聯 那關聯越多會好 因為這樣大家看才會有感覺 而不是一直都要看外國人的故事 沒錯 剛好之前在跟 鴻海研究院的諮詢顧問 也是那個前台大物理系的系主任 張清瑞張老師 張清瑞老師 我們節目也訪問過他 對他 他有提供一個蠻 當時可能看起來是一個 只是有趣的線索 他就提到說 奧門海默當時去 金橋大學卡文迪西實驗室 去申請要去那邊做研究的時候 當時實驗室的負責人 那個老師叫拉塞 沒有接受他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十年之後 有個中國學生去申請這個實驗室 要去研究 他叫李國鼎 李國鼎 我們大家都知道 李國鼎現在在台灣科技建設上的地位 但是可能也一下沒想到說 他們兩個相差十年 就在 就失出同門就是了 某個程度上可以這樣講 那其實奧門海默當年在 鎮喬大學過得非常不開心 那這中間有一些別的原因 但是反倒是 如果我們現在從 現在可以看得到李國鼎的口述歷史 看起來他在那邊是過得很快樂的 你還去讀了李國鼎的口述歷史啊 因為李先生已經不在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從 之前後人留下的一些東西 或是相關的報導來看 李先生當初是怎麼回憶 他在建設大學的過程 那這個剛好是一個 在看現在奧門海默的故事裡面 感覺是一個 我自己感覺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對啊 事實上在電影裡面也有觸及到說 為什麼奧門海默在那個地方 就是叫做卡文底西實驗室吧 那邊曾經培養出25個諾貝爾獎的 學獎的得主 所以非常非常的厲害 但是因為那個拉塞福 他是做實驗物理學的 那但是奧門海默不愛做實驗 所以他每次實驗都叫別人做 所以中間有個橋段他就這樣演的 就是每次要碰到實驗 那反正他就幾乎就是不去參加 他喜歡做理論對不對 他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嘛對不對 那所以代表的是李柏頂來做實驗囉 他是東南大學物理系畢業的 他當初應該是在1930年就民國23年 他考到中英庚子賠款的留學 就是用後來英國把庚子賠款一部分 退還給中國 所以國民政府那個時候就用這個賠款來投入青年學子去這些國外留學的一些費用 那當時李柏頂他其實他在大學有念過一本書就是原子物理方面的 那這個讓他對原子物理非常的嚮往 那剛好從 差不多1919年就是歐戰結束一直到 1939或是38年就是二戰的歐戰開始 中間這20年左右 這個是全世界的原子物理在當時快速發展的時候 那原子物理這塊當時的最有名的地方不是在美國 反正是歐洲大陸跟英國 所以對李柏頂來講 那個時候身為一個24歲大學的物理系畢業生 他又對原子物理看有非常的響望 所以當時他就會想到說 既然我考到是英國 那當然他去英國在這方面最好的學校 那就是當時劍橋大學的卡文迪基實驗室 那真的嗎 那其實那麼難得進到這個實驗室 照理來說應該會喜歡實驗才對 為什麼歐盟海默會讀一讀就讀不下去了 我們從現在看到的資料 因為剛好今年7月的時候劍橋大學的學生報紙 因為當時歐盟海默就是差不多在7月 在全球幾個地方上映 所以大家開始討論變多了 那劍橋大學的學生報紙 他們想辦法找到了應該是超過100年前的 當時歐盟海默去劍橋大學的一些典故 或是一些小故事 那根據他們的報導是 歐盟海默那個時候是應該是1913年或是14年的時候 他是21歲 剛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那就像李國廷10年後一樣 他也要去歐洲深造 那當時他劍橋大學的卡文提基實驗室 就是他申請的第一個地方 那當時那個負責人是同一個拉賽夫教授 但是拉賽夫一開始沒有收歐盟海默 因為歐盟海默是理論派的 他對於動手實驗非常的不在行 那後來是實驗室裡面的另外的老師叫湯姆森 湯姆森其實是拉賽夫自己的指導教授 但是他已經不是負責人的 但是湯姆森決定收歐盟海默有個條件 他要歐盟海默去修大概是像這種實驗物理之類的入門的課程 所以他是有條件的收 但是後來也負責指導歐盟海默的是另外一個拉賽夫的高徒叫布萊克特 布萊克特後來其實也拿到諾貝爾物理學獎 那根據報導布萊克特是一個對學生要求很嚴的人 那偏偏奧布萊海默他是個有才系 但他的實驗實在是不行 所以以至於他在布萊克特的指導下他的壓力非常大 大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是根據奧布萊海默這部電影 他是根據一個原著的著作改編的叫美國普羅米修斯 對那美國普羅米修斯裡面剛好有一段那個這個 在建小大學的報導裡面有提到 他就講說奧布萊克特那時候壓力大到說 有一次他站在教室的黑板前面他拿粉筆 可能他開始寫東西 但是他實在是可能精神耗熱會壓力太大 他就拿著粉筆一直在黑板上然後寫 然後口中男男子也說 所以這個重點是重點是重點是就寫不下去 書中有這一段 這樣子OK好 從後世我們看到的奧布萊克特的回憶 他在建小大學在這一年他就去歐洲大陸發展 那他在建小大學那一年他回憶大部分都是苦澀的 或是黑暗的因為當然原因除了因為他實在不善於在實驗室裡面動手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他有一個非常嚴格的指導教授 雖然這個指導教授後來也拿到諾貝文理學獎 但是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所以感覺起來他在建小大學念書那段時間好像快要崩潰的感覺 從後來看到報導似乎是這樣子 那或許是因為他運氣不佳或是有別的原因 那我們後來從後來報導看到 他後來去了歐洲大陸發展之後 他感覺比較如魚得水 你就回到美國發展 不是去歐洲大陸發展 OK 因為當時在歐洲大陸有幾個學校也是當時的 1920跟30年代原子物理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只要是重要想要鑽研這方面的各國的科學家或是年輕的學者 幾乎都會到那邊去發展 所以他等於是離開了英國他並沒有回到美國 他直接到了歐陸去了 所以事實上其實我們知道這個實驗物理學 我覺得就有沒有興趣還是差別很大的 因為我們講歐本海默 另外有一個除了我們剛剛講到李柏廷之外 他在加州的伯克萊大學有個非常有名的同學 那就是同事那就是吳建雄 吳建雄事實上有參加有印邀參加 印歐本海默之邀參加這個曼哈頓計畫 吳建雄他當初在跟那個什麼楊振寧這些人 楊振寧後來拿到了諾貝爾獎 那事實上他的所謂的宇宙不守恆的定律 是吳建雄幫他實驗出來的 所以其實有些人就專門就很有興趣在實驗 做不斷的實驗去做印證 有些人就比較擅長理論 我覺得可能各自有不同的這些興趣吧 跟不同的專長吧 但是不管如何 就對歐本海默來說 就算他不會做實驗 他不喜歡做實驗 但他卻在美國主持這個最大的實驗 那就是曼哈頓計畫 而且這個實驗最終發展出來了原子彈 而且直接投在了日本的兩個城市 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休學回來繼續聊一聊歐本海默 以及李國鼎的故事 馬上回來 IC夢想家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 我們現在在柏林 我們來柏林是要進行衛星遞交 要遞交給EXO LAUNCH 把我們的衛星跟他的發射箱 做一個整合跟測試 深珠號是台灣第一顆寬頻通訊衛星 那也是這個業界的第一顆針對這個 6G的非地面網路的一個寬頻通訊衛星的一個實驗 那我們非常期待呢 藉由這個衛星的實驗呢 開啟我們進入這個6G非地面網路的一個時代 我們這次發射呢 是委託SPACX來為我們進行發射的任務 那發射地點呢 可能會是在這個加州的范登堡發射基地 那發射的日期呢 會是2023年的11月 6GXN elsewhere So we're with Foxconn and the universities we're launching to 500-600km SSO on Transporter 9 So that's what we expect for Foxconn Satellite is just to be along for the ride and then when the doors open they'll just be in orbit ready to do its job perfectly 這次針出到這個地方衛星本體 那主要是由中央大學負責整合 依照鴻海集團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來對這個通訊頭載 然後跟整個衛星本體 能夠在一個兩年的這麼短的時間內 完成所有的這個獲取 也包含整個系統整合 開始囉 登彈 主要字條 有機會 在此 來 成vio IC梦想家 好 回到IC梦想家 我是蓝萱萱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金周刊 这个世卫内容的主编 这个刘焕燕来聊天 我们聊这个从Open海默的故事 背后其实很有意思 他会迁停到台湾 刚才讲到李国鼎 李国鼎事实上跟Open海默 真的算是同门师兄弟 只是说Open海默 我们刚刚讲到了 他就是不堪灵略 走开玩笑的 总而言之 他就离开了拉塞福的门下 然后就到欧陆去发展 后来就回到美国去 意外的英联集会 就主持了曼哈顿计划 李国鼎的话 书上带在那边 算是如鱼得水吗 他你后来看了 读了他的一些 卷记乎他的一些报道 他在那边算是很开心 就是对他来说那一段是一个 很让他怀念的美好的时刻 对不对 如果知道我后来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李国鼎的口述历史的记载话 他是有回忆到有一点就是他那个 当然是他晚年他回想他年轻时候在建桥大学那三年 他想到他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他觉得那三年很可贵 可贵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当时没有经济压力 然后也没有其他比如说家庭方面的责任 所以他可以全心投入在科学研究上 他那是还二十几岁吗 对 因为他后来回国的时候 其实还可能还不到 还不到30岁 可能只有他回国 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可能只有26 27而已 就非常年轻 那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他觉得 因为整个实验室的气氛 然后让他觉得 因为大家都在经经历的做自己的研究 可是那个气氛又是很好的 所以有一种大家都在投入自己的领域 但是都在一个科学研究突破的方向上前进 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很纯真的一个 沉浸在一个完全科学 为了科学的突破目标而前进的一个环境 纯粹是不是就没有世俗的一些干扰 也没有任何经济的压力 而且又是年轻青春正盛的时候 对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回怀念 他在英国念书的一些经验 但是为什么他后来没有做原子物理相关的工作 这个其实也是 这个其实也跟1930年代的当时世界大环境是有关系的 现在看到我们知道的是19就是民国23年 1934年李沃鼎去了剑桥大学 然后待了将近三年 那三年之后就是1937年就是民国26年 那我们知道民国26年奇事件爆发之后就是抗日战争 就八年抗战就开始了 那当时知识分子多半都有一个科学报国 或是科学救国的想法 然后李沃鼎其实也是 那李先生那个时候也是按照他后来口那个 他的传记或口述历史的记载 他知道国内出事了 那他觉得他那时候是回到中国对不对 他回到中国去 那他觉得应该要贡献自己的所长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 就是三年前收到他的拉塞胡教授 一直希望他留下来 因为前面有提到过他李沃鼎 他是考到中英庚子赔款的学费去英国 那中英庚子赔款大概是可以念 可以在英国待三年 那也就是说这个三年快到的时候 拉塞胡教授想办法把他找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奖学金 让李沃鼎可以继续留在那边做研究 那李沃鼎反而是 那应该是蛮欣赏他的才会叫他留下来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而且也是根据后来记载 那个李沃鼎那时有说 其实当时拉塞胡有跟他说 希望他如果哪一天可以回到英国的话 学校会非常欢迎他 也就是就是当碰到这种老师 应该其实也是很幸运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老师习彩 那我们知道是后来李沃鼎其实他就 他在快到第三年的时候 就是1937年民国26年的下半年 他就结束英国那边的研究 他就回来了 所以这跟我们现在的概念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也会想说去国外深造 不知道要念个什么博士硕士之类的 那其实他那时候也没有跟他同期去 一起去英国深造的中国物理系的留学生 是有是有后来继续留在那边 但是李沃鼎他觉得要要回了 要有一句话可或许现在 这个在现在时代或许不太会用 但是当时大家正主流想法 这是真的是功夫国难 嗯嗯 那他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是说到做到 就是他在离开英国回到中国之前 他特别去德国走了一趟 嗯 当时欧战还没有爆发 那当时德国是纳粹 但是其实当时的纳粹 当时的德国其实是支援中国的 嗯哼 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批中国的科学家 或是军方高层 其实是在德国学习他们当地的军工产业 嗯哼 所以李沃鼎回中国之前 他有去德国走上去去考察德国的防空设施 嗯哼 相关的装备 因为后来他回到中国之后 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 下面有个防空学校 嗯哼 那他是在航空防空学校里面 他有做比如说器材的维护 或是去当教官去训练其他的这方面的人才 嗯嗯 所以我们知道的现在知道后世知道的状况就是 他李先生那个时候没有念完 不能讲没有念完 他没有老是希望继续他留下来 但是他没有留下来 他就急急的真的是想要用科技报国就是了 那只是说没想到那时候报国没多久之后 那呃 大陆就沦陷了 所以他就跟着到台湾来了 是这样子吗 没没那是抗日战争啊 嗯 那个大陆沦陷是后来国共内战的事情啊 对对对那他怎么样的一路走到台湾的这个 等于是经济的半导体之父 他中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呃李国鼎大概从1937年回到中国 然后一直到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是一直到1988年 嗯 这段时间这样算起来他服务政府 他的政府的工职韩军职大概应该有四十几年 嗯 大家可以分成两块来看 一个是他在大陆实习一个是在到台湾之后 嗯哼 他大陆实习基本呃现在可以他做大概做几件事情 那呃比较跟后世可以跟可以探讨 就是一个是刚前面提到航空委员会的防空学校 嗯哼 然后后来那个大概到抗日战争的中期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有被调去行政院下面有个叫资源委员会 嗯 然后他去负责四川那边的钢铁厂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是学工应该说学理工的 嗯 所以当时可能或许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呃做调到那方面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知道李国鼎他大概可以称之为是台湾的科技教父 嗯 他为现在台湾科技业特别是半导体业 有一些很重要的电机的成就 当然不是只有他但是他是其中一个key man 嗯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重要的转折其实是可以提的就是为什么 呃李国鼎会从一个呃军工或是回音企业的这方面角色 后来会转到经济建设 对经济建设 以至于 以至于后来的科技建设 中间有个转折其实他 呃这也是后来看了资料才知道很有意思 他做过造船业 嗯哼 就是呃康斯战争结束之后 一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签台之中间这一段 当时呃李先生是在行政院资源委员会 那刚好有一个机缘巧合他来台湾考察呃就是台湾光复之后台湾的一些工业各种不同工业状况 然后当时台湾最大的造船公司叫叫呃台湾造船公司 但是那个其实跟现在台湾不一样 他是当时日本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他的前身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最大造船公司 呃当时台湾请李先生到台湾来做协力 然后大概隔了一年或两年之后李先生身为总经理 这个时间刚好是刚好刚好跨过了1949年 就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以及到天台之后 为什么说这个跟他后来的生涯大有关系 因为后来呃李先生应该是一呃1952或53年 他在当总经理所曾经有一个计划参加一个考察团去日本考察当时日本的造船公业 他回国之后就写一遍很详尽的考察报告 嗯哼政府里面有人看到这个报告觉得报告写的非常好 嗯然后介绍给当时呃应该说中华美国战后呃或是台湾战后经济发展一个很有很重要一个人叫尹仲龙 嗯哼嗯嗯 尹仲龙当时是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的主委 有人就跟尹仲龙说你一定要看看李国鼎他写这个报告 嗯那这个从后来的记载里面看到就是呃尹仲龙看到这个之后对李国鼎挺很欣赏 就把他从台湾台船拉出来到经济安定委员会做事 那经济安定委员会其实呃后来有多次开出他他就是战后经济建设呃政府体系的其中一支嗯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大概1953年开始李国鼎去了经济安定委员之后就开启了他后来几十年呃一直在政府的经济建设的体系里面做事这个开头嗯嗯嗯我觉得那个大时代哈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命运其实你你有时候走了一步就会把你引导到完全不一样的事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他Open海默跟这个李国鼎虽然老师都是拉赛福但是而且都是学原子原子哦都是讲核子啊核子物理的一个去发明了原子弹 然后呢就在1949年那个那个差不多前后二战时期他呃这个结束了呃这太平洋战争但是李国鼎却完全放弃有关于原子核子物理这个部分投进了军工还转向了台船 我觉得这太太太神奇了 但我刚才我们讲到的吴建雄因为我后来啊因为要访问这个呃你的关系嘛我去读了那个哎我发现吴建雄跟李国鼎都是都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前后期就是他等于是这个李国鼎的学妹但他却没去美国留学那反而认识了欧布凯默加入了他的曼哈顿计划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每一个人那个时候在大时代里面一步走之后就完全不同的生涯不同的人生啊好我们休息再回来那李国鼎呢来到了台湾从刚刚讲的尹仲荣的赏识那怎么样子开启了台湾的半导体时代我们呢来看看李国鼎的故事 IC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国鼎 我們現在在柏林 我們來柏林是要進行衛星遞交 要遞交給EXO LAUNCH 把我們的衛星跟它的發射箱 做一個整合跟測試 珍珠號是台灣第一顆寬屏通訊衛星 也是這個業界的第一顆 針對這個6G的非地面網路的一個寬屏通訊衛星的實驗 那我們非常期待藉由這個衛星的實驗 來開啟我們進入這個6G非地面網路的一個時代 我們這次發射是委託SPACX 來為我們進行發射的任務 發射地點可能會是在加州的范登堡發射基地 發射的日期會是2023年的10月 所以我們跟FOXCON 在學校上 我們會發射到500-600km SSO 在Transporter9 所以這就是我們期待在FOXCON的Satellite 就是要站在旁邊 然後當門開啟 他們只會在屏洞 準備要做完美的工作 這次針出到這個立方衛星本體 主要是由中央大學負責整合 依照鴻海集團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來對這個通訊仇載 然後跟整個衛星本體 能夠在一個兩年的這麼短的時間內 完成所有的獲取 也包含整個系統整合 那我開始囉 字幕製作者 作詞 IC梦想家 欢迎回到IC梦想家 我是蓝轩 继续和《金周刊》的 数位内容的主编刘欢燕来聊天 聊聊从Open海默的电影 怎么聊到在大时代当中 真的你在身处不同的时空底下 你可能就会因缘结果扮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就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投入 但那个时代大家都卷在那个洪流里头 然后都跟战争或是都跟军功 我觉得也脱不了什么关系 所以李国鼎他虽然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发展运自弹 德国也在发展 日本也在发展 美国也在发展 苏联也在发展 最终是由美国发展了之后 往日本的土地上面投了两枚 但终止之后等于是因 算是因祸得福 总而言之他终结了太平洋战争 也因此台湾就从日本的殖民当中 挣脱了出来 然后李国鼎也就来到台湾 开吓了一个半导体的时代 所以真的蛮有趣的 好 那这个李国鼎来到台湾之后 你说因为林仲荣非常欣赏他 那然后呢 一样是从口述历史 还有《美国经济传记》 我们看到的是他后来 大部分的时间 不讲大部分的时间就是 大概有差不多在六十几岁之前 大概都是在国家经济建设 或是财政方面的 因为他后来应该差不多是在1960年代 就是民国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接了经济部长 然后他后来又接了财政部长 然后后来是1977年就是民国66年的时候 他因为身体的缘故 所以他辞去财政部长 但是政府还是需要他的长才 所以他后来转任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那政务委员一当就当了12年 那这个是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们对 应该说现代我们对李国鼎 了解比较多的 因为台湾科技岛或者说半导体产业 这个跟科技建设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李国鼎跟科技 不是说他之前没有 但是我想他一直到他担任了 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后 这一块他跟科技的互动才是更多的 那中间大概有几个地方可以讲 就是我们在科技建设这一块 他跟三样事情三样事情有关系 一个是新竹科学园区的建立 另外一个是资测会 另外一个是当然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台积电 那从后来的资料上可以看出来就是 竹科的建立差不多是在 我不太记得应该是他在经济部长任内 还说他在政委的任内第二年 他去加作戏谷考察 回来之后就有了竹科 要做竹科的概念 然后资测会的话 他是资测会的第一任董事长 所以表示他当时他参与资测会的建设 是蛮多的 那当然后来当然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这个也是 这跟竹科也有密切的关系 前面有提到李先生来到了台湾之后 他从经济安定委员会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12年的任内 他的政府的生涯就是很跨的经济建设 还有财政 然后最后是跟科技建设相关的 然后包括后来那个时候 设立台积电台 以及他跟当时的工业院的董事长方贤奇先生 然后要请张诺某先生从美国回来 回来主持工业院 而且中间其实还有个 或许有点有趣的地方 其实就是如果是照李先生的口述历史 里面有记载说 1985年张诺某先生从美国来台湾 然后他原本的任务是担任工业院董事长 但是他来台湾才两个礼拜 李国鼎先生就去找张忠某 就是跟他谈说要希望建立一个公私合资 就是公民共同合资的半导体公司 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台积电 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从我们的理解就是说 我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还当过经建会主委的李国鼎 他会在科技岛台湾是个科技岛当中 发挥那么重要的角色 那么重要的催生 我们觉得很特别 但回过头去往前回溯才知道 他学的是原子物理 是他本来科技还是他的老本行 反而是有关于经济这部分 比较跳动 对不对是让他回过头来真正的 让台湾在科技部分有了一个起头 实际上可能才是他原本一开始 想要科技报国的初衷才对啊 不是吗 有可能 对啊 但我觉得有时候去看他 你会突然间觉得说 同样的这个角色 在当年扮演起这么举足轻重的 比方说他起了一个头 然后那个时候的 他让张忠某去找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余国华 余国华呢 就让他跟 就让张忠某跟当初工业院的副院长胡定 晋华 电子所的所长史清泰 这些人讨论商量 然后共同就打造出来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不管是当初的族客 都是他们去催生的 这些单位现在我们都还有 我们也有政务委员 我们也有行政院长 我们也有工严院 然后等等等 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啊 就当年 几十年前 他们催生了一个台湾 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 到现在为止 这个产业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这些人 他是不是能够还有那样的高瞻远瞩 能够去让台湾更看得出来 整个未来的方向 我觉得看李国定的故事 我就会有这种难免的感慨吧 或许可以从两个地方来看 一个是从李先生晚年的时候 他回顾他在尖小大学卡文具体实验室三年 他得到什么东西 或者他看到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或许是可以从 一样从李先生的口述历史里面其中 其实里面有一篇文章是 9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担任工业院董事长的张中某先生 就是他那时候还没有把工业院的棒子交出 虽然他那时候同时已经是台积电董事长 那李先生他那时候回顾他在尖小大学的一些见闻 他觉得他看到那个实验室有几点 第一个他觉得他从负责人就是拉塞福教授主持 这个实验室的作风上面看到几个 因为他那个实验室后世的看到资料就是 卡文提西实验室 他每年固定会有30个研究生在那边做研究 然后除此之外会有不定期 会有来自各国的客座的研究员去那边做研究 那停留的时间可能不定 那30人的研究生再加上客座研究人 然后再还有加上一定会有些计时技术人员 所以他会是他会是一个几十个人的 不能算小的组织 那这么有名的地方一定是来研究 来这边做研究一定都是很聪明的人 学生可能学生很聪明老师也很聪明 那你要怎么去打去管好这个实验室 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又可以激浪出更多火花 好所以你说你从李国鼎的回忆录里面看到据书 事实上对他来说那些年在英国剑桥 那个实验室里面他得到了不少有关那个实验室管理的一些经验 对不对 从李先生他的背景来看 他是去他是念物理的 然后又去英国的当时世界极肤盛名的物理的实验室去研究 所以如果照现在的眼光来看 你应该就是去拿到博士 然后回来教书或是在博外教书 但是如果从李先生的这个人生摊开来看的话 就完全不是这样 他到离开剑桥的时候 他一直在学术的路上 但是离开的剑桥回到1937年 20年后回到中国之后 他跟学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一直都在食物界或是在 不是在军需工业 要么就是在政府单位 不同的不同领域的政府单位 但是他后来晚年的时候 他在做口述的时候 他其实他有回忆 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在英国剑桥那三年 他见识到哪些事情 那就卡文提基实验室 他当时候看到是在当时负责人 就是拉塞福教授 他在管理或是说治理整个实验室的时候 他觉得拉塞福教授 让他看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见树又要见零 就是如果你拿到一个新的任务 或是要研究新的东西 你可能要先看看 比如说你的任务可能是要看 这个树为什么长不好 或是为什么长得好 那你接到任务的时候 你要先看看整片树林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再来看看 为什么这棵树长得好 或是长不好 为什么他叶子多 或是叶子长得不出来 那叶子太多是不是要修掉 叶子不多 我们用什么方法 让他长出树叶来 所以第一点是见树要见你 第二个是当你知道看到你有个总体的视野 然后你看到这棵树的状况之后 那你就要开始安排你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第三个是就算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 其实常常还是会碰到一些需要 跨部门横向协调的过程 所以就算在这种大实验室 你可能还是要 比如说你想要跟其他老师请教 或是说你可能要请技术人员或技师 来帮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他看到这个东西 看到这几样东西 另外还有点 这个是在另外一个也是后世的历史 李先生有提到就是 他发现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因为大概有把客座研究员跟固定研究员加起来 这个实验大概会有几十个人 可能四五十个人 那这个实验室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每天下午会有一个 大家都要把手边的工作放下来 大家要做什么要喝茶聊天 喝茶聊天就是要让大家去 让不同的思想去撞击 去激荡出 有没有什么新的火花或新的想法 因为大家做的事情一定是不一样 你跨界对不对 比如说你研究放射线 我研究核子物理 或者说有人去研究天文学 天文学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跟物理学有关系的 那大家都做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从你的研究里面找到一个我的灵感 或是我可能 或是你可能卡在某个地方 然后跟我聊聊 你可能会想到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这些 这个这种反而不是努力工作 应该说努力工作之外 又有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时间 这个是李先生在回忆他早年在英国那三年的时候 他看到东西 那这个是李先生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李国鼎他1937年回中国 一直到1978年 讲错1988年 他卸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他服务政府这几十年 他大概前面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 是在经济建设或是财政 后面政务委员那12年 是跟科技高度相关的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两边呢 这跟他学务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从一个人的他的回忆 来说明这个事情 就是张东某先生 因为在90年代出版的一本 李先生的口述历史里面 有一篇文章是张东某先生写的 他当时还在担任工研院的董事长 那他有提到他这二三十年 跟李先生互动一些过程 他发现李先生有个地方 让他觉得很难忘 就是他觉得当时李先生应该 李先生应该是应该是70 或是应该接近80 他觉得李先生不但是在公职 或者说即使已经不是在公职 李先生都展现出两件事情 他让他觉得身为后生 还是很很钦佩 第一个是他觉得李先生的学习欲望非常强 不是没有说因为他今天是因为政府高管 或是说现在年纪已经满有年纪的 就对新东西没兴趣了 第二个是因为李先生在12年的政务委员的任内 他做了很多事情都跟科技或是科技建设相关的 不知道是因为这样 张中文我那时候看到李博电影另外一个是 他对新的科技一直非常有兴趣 比如说如果你是李先生 然后我今天是后辈 我要向您报告 或者说只是拜会 李先生都会用任何他跟外人互动时机 想办法要把你身上所知道的东西要把你榨干 还到这种程度 当然张中文我不是用榨干这个字眼 但是他是用有点像把来访的人身上所能够讲出来的东西 把他吸饱 对张中文我是用吸饱这个字眼 然后变成李先生他自己的东西 哦那很棒啊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李国鼎会在他60几岁之后 做了政务委员之后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的科技的这种荣景 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至少从张中谋 他自己的文字里面看到 他觉得这是他看到的李国鼎 嗯嗯OK 其实听起来就是他不但是有了 这个留学英国学习到的一个实验室管理的一个 呃他中间的一些可能要诀吧 或者说他一些领悟之外 他自己本身的人格特质跟活到老 学到老这种就是切而不舍的精神 我觉得事实上是他可以呢 替台湾开出一条路来蛮重要的 而且呢到连张中文对他 对他都那么的赶配这个蛮重要的原因 我们真的只是期待说透过这些不断的 我们听得到的一些故事 可以给当代的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启发吧 是不是就是当你未有权力的时候 你站在某些角色的时候 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抱持这样一个 不断的求知也好 不断的开拓也好 这样子的一个视野跟胸怀 把这个台湾能带向更好的未来 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刘 欢迎到我们的现场来 我们分享呢 从Open海默谈到台湾 谈到李国定 谈到张周毛的故事 谢谢咯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拜拜